大家好,又是我肥碧 今天我介紹PTS MEGAARM系列最大的槍 如何大發,繼續留意我們 早前Alan在PTS頻道也有介紹過PTS MEGAARM 包括14.5吋、10吋半和PTS custom version AR系列的槍 如果有興趣的,去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看看吧 今天就介紹KWI第一支 PTS MEGAARM MML Maiton GBP 它跟一般的556和AL15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什麼都大 包括火母、外管、WELL、槍身、Project Handle 還有它的Bow,再加上它的甲,都是大的 火母方面,它是用了PTS MEGAARM外型的火母 所以它的外表上是比較大的 但是它內壓是用14mm的液壓 它可以隨時隨地換到任何不同AR款的火母都可以 外管的話是16吋和16吋內管 因為它已經定義了一把為DMR系統 所以它的設定是為了提高的穩定性 另外,魚骨方面是用了MEGAARM MML 14吋 MLOG的魚骨 魚骨方面是跟著Mapool MLOG系統 所以Mapool或者其他市面上所有行MLOG系統的 ACCESSORY都可以供用到下去 還有它三面都有在用MLOG的系統 所以它的重量方面是比較輕的 現在說一下槍身 槍身的話是金屬槍身來的 也印有MEGAARM的LOGO 還有它在背部的位置 也有每一把槍不讀的小銀板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 Trigger位置 MEGA那裡的話是用MEGA獨特設計的 有孔孔的Trigger 還有入夾的位置那裡 也做大了一個Mapwell的 所以當你入夾的時候會比較方便一點 一下就到位了 煲的話它的物料是全鋼來的 所以比較耐用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行程方面 它是全行程來的 全行程有什麼好呢 就是後座力會提高 所以如果你想試個效果的話 就直接上來CDS消色 試一下的話 那方面就不像一般AR15一樣 有得選單法和連法的 它只有單法和三連法 介紹完把槍 當然要介紹一下甲 畢竟是0.308的系統 當然要配合308的甲 你看一下這隻甲 這隻甲就是308的甲 同一般AR15的甲 相比會比較健碩 和重一點 裝BB彈的速度是35萬 還有它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有選擇性 不落布 這個不落布的話 是你只要在這個位置 拍向下面 它就已經可以啟用了這個功能 配件方面 都是用我們PTS的EP系列 包括前後準聲 尾托和Grip 尾托那方面是在用EPS的尾托 那EPS的尾托特點就是 空間夠大 可以放到不同的產品 例如134A電 工具 或者Lodi Tasker 那支筆都可以放進去 第二樣東西 就是Grip Grip那方面 都是會有一個空間 讓你放到不同的產品 好 馬上來試掃 首先 單發 三連發 試完的 就是這麼多 是的